这可以有你们说的大量事实 那是在鸡蛋里头捡骨头捡来捡去 说是朝他们家打了我的旗号是你们说的我才知道的 通过丑化我丑化毛泽东主席 丑化亿万人民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主席的妻子38年整了 认识还不值 共患难了 战争的时候唯一留在前方追随毛泽东主席的只有我一个女同志 你们躲到哪儿去了 被告人江青 说什么 代仆审判我就是丑化毛泽东举席 这是对毛泽东举席的恶斗污蔑和诽谤 全国国寿人民心里清楚得很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的不幸 毛举席在领导方面有无用讳言的责任 其中包括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视察的责任 但全党全军全国国寿人民男女老少 绝不会因此王继和摸杀毛举席在推翻三座大山 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开创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伟大贡献 当然也不会忽视这十年文化